当得知女儿出事的消息后 柳家父母之所以反目成仇 还得从一件衣服说起 在大年三十这个冰天雪地的深夜里 柳家大小姐心疼薛仁贵 于是便悄悄给她兜了一件衣服暖身 却不料在慌忙中拿了件不同寻常的红宝衣 当柳原外见到这件红宝衣出现在薛仁贵身上时 当即就怒了 虽然薛仁贵极力解释说事件来的 可对于这个解释柳原外并不满意 因为红宝衣是柳原外当年经生时 特意在口外带回来的火鸡断红宝衣 全程仅此两件 一件给了儿媳妇 一件留给柳银桓做嫁妆 如此珍贵的红宝衣却出现在了薛仁贵身上 柳原外当即就怀疑起 薛仁贵与女儿或者儿媳妇私通了 当看到儿媳拿出的红宝衣时 柳原外立刻起身去摇人准备找薛仁贵算账 柳迎环求母亲帮她想办法度过难关 可柳母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而得知此事的薛仁贵 当即来到柳迎环的房间归还红宝衣 并表示要向柳迎外解释清楚 根据莫菲定律 人往往越害怕发生的事情就越会发生 柳原外不出意外的刚好来取红宝衣 柳迎还想让薛仁贵跳窗逃走 可终究是迟了一步 当破门而入的柳原外看到 拉拉扯扯的两人时 瞬间就怒了 在大舅哥的暗示下 薛仁贵一个大棚展翅从窗户漏了 可不料柳原外早已经摇好了人 在薛仁贵落地的瞬间 一群人拿着棍棒将她团讨围住 但这些人又岂是薛仁贵的对手 薛仁贵一个揉挫便将众人振的棍棒撒手 柳原外见应得不行就来软的 利用薛仁贵的责任感劝她留下来 配合调查洗刷她和柳迎环的清白 天真的薛仁贵没想那么多就答应了下来 磕下姨毛老丈人就让她体验到了人心险恶 她不但让下人将薛仁贵给绑了起来 还换上了另外一副嘴脸 等薛仁贵意识到被骗了的时候已经晚了 柳原外直接上棍棒伺候了 担心闹出人命的柳迎环想出去把事情说清楚 可柳母和柳刚却拦下了她 说此时出去解释只会适得其反 弄不好两个人都要一起挨打 被逼无奈的柳刚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她先是让妹妹柳迎环逃出柳家 随后将柳迎环的衣服套在石头上 并都入水井之中 伪造妹妹已经投合自尽的假象来瞒遍柳原外 这样既可以让妹妹躲过柳原外的处罚 也可以趁机将薛仁贵放走 怎料柳原外得知女儿自杀的消息后 不但不救人 甚至让人找个盖子把水井盖住 以免女儿败坏家风的事传出去 与此同时 宅管家也看不惯柳原外的所作所为 于是便偷偷地将薛仁贵给放了 薛仁贵逃到一家破庙壁雪 没想到柳迎环也躲在了这里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薛仁贵得知柳迎环离家出走无处可去 就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寒药安身 她在去找其他的地方住 可顾妈妈却直接坐起了红娘 薛仁贵还想推辞 顾妈妈却指出柳迎环招亲那日 大小姐抛了绣球 而薛仁贵也接了绣球 如今走到今天这一步足以证明 你们两个是命中注定的夫妻 说到兴起时 顾妈妈甚至提议让两人就地把婚事给办了 将生米煮成熟饭 眼看薛仁贵这边不反对 顾妈妈转身问柳迎环的意思 柳迎环有些害羞地说道 最终在顾妈妈和王茂生夫妻的见证下 薛仁贵与柳迎环在窑洞内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正式开启没修没造的甜蜜生活 另外一边担心遭到唐朝灭国的伯剑王 私下偷偷修了两封和一书 要世子罗和朝阳公主亲手交给李世民 手握重兵的铁士文得知此事后 随即派出梅丽及手下追捕 在争抢过程中世子罗为了掩护妹妹逃跑 刮不敌众惨死在了敌人之手 而朝阳公主也因此而受了伤 与此同时 李道宗为了成为李世民最宠爱的臣子 便大力推荐自己的岳父张世贵前往龙门县招兵 希望能第一时间找到一梦闲臣薛仁贵邀功 但李道宗也担心张世贵会为了自己女婿的仕途 不会真心寻找薛仁贵 于是为了以防有失 便再派其一子李健山私下前往寻访薛仁贵 而着急出门的李健山 并没有问清原因就匆匆上路 这射雁就要射开口雁 大雁在飞的时候 当他的嘴张开的一刹那 把剑从他的嘴里射进去 使其皮毛无损 这样的大雁在市场上才能卖成高价 这要很高的剑法才行啊 相公那你行吗 面对妻子的质疑 薛仁贵把手中的竹竿一丢 当即就要让妻子好好看看他行不行 完事后的薛仁贵来到山中射宴 而被他射下的开口宴 正巧被威服前来找他的李健山撞见 他们都不禁感叹射箭之人的武功高强 在薛仁贵过来收获大雁的时候 李健山见烈欣喜地向薛仁贵表示 自己是个习武爱武之人 刚刚看到朋友的功夫非同一般 所以希望与朋友切磋一番 薛仁贵虽然武艺高超 但不必要的麻烦能不惹尽量不惹 为此薛仁贵连刚射下的开口宴都不要了 直接告辞转身离去 可不料李健山不讲武德 拔出手下的剑直接向薛仁贵抛出 随后双腿用力一当 凌空飞起向薛仁贵的面门袭去 还好薛仁贵力大无穷一个格挡轻松挡下 李健山见状直接加大力度 用上无影腿并接扫堂腿将薛仁贵击倒在地 可薛仁贵依旧不慌不忙 一个360度凌空后空翻轻松躲开李健山的攻击 好功夫 但是你为什么不出手 薛仁贵想点到为止了 但李健山却不肯就此作罢 继续挥拳朝薛仁贵袭去 无可奈何的薛仁贵只能被动回击 怎料稍微没控制好力气 一拳直接将李健山给干飞了 其实李健山也没什么坏心思 真就是单纯佩服薛仁贵的武艺 想与他讨教几招 如今既不如人被打吐血 李健山也没有怪罪薛仁贵的意思 两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以朋友这样的为人 还有这样的武功 在下实在是佩服 请问 尊姓大名 事成何处 在下薛仁贵 从小拜李健为师 你就是薛仁贵 李健山由于出门太急 并不知道李道宗找寻薛仁贵的原因 所以他没有出声打草惊蛇 而是让手下立马赶回长安 禀告李道宗 确实有薛仁贵此人 顺便帮我打听一下 为什么我义父要找薛仁贵 与此同时 打猎归来的薛仁贵正在疯狂干饭 但柳迎环突然的肝偶打断了他 一问之下才得知 原来是自己的妻子怀孕了 而有了爱情结晶的两人 也度过了成亲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日子 但可惜的是 这样的美好生活却没有能维持多久 就被路人的随口之言打破了 薛仁贵虽然嘴上说着不去 但他的内心其实一直有头军的愿望 毕竟自己的师父可是大唐战神李静 自己所学都是战法兵法 可如今与柳迎环成亲后不得不选择放弃 如果自己离开了怀孕的柳迎环 局目无亲的他该如何自己生活 正如许多男人会面对的问题 薛仁贵如果选择了事业 就不能陪伴在妻子身边呵护他 可如果选择了陪伴 就不能为他们这个小家打拼出更好的明天 难以做出抉择的薛仁贵彻夜难眠 善解人意的妻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刚怀又身孕的他虽不愿薛仁贵离开自己 但他深知薛仁贵只有头军才能打拼出一番事业 于是便贴心地主动劝说让薛仁贵前往头军 尽管你有天大的本事 但也需要机遇 人的一生大的机遇 只有那么一两次 如果你错过 将会终身遗憾 如今机会来了 相公 你头军去吧 在薛仁贵即将踏上军里生活之前 柳迎环让薛仁贵为他们未出世的孩子取个名字 薛仁贵是个直男 回答得十分诚实 喜欢视频的观众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